都是我們很熱銷的口味 紅豆冰棒的話 就是選用萬丹的紅豆 然後花生冰棒 Begang的花生 芋頭的話 大甲的芋頭 每天新鮮現做 都吃得到芋頭的料 這台是自動填充器 它會定量填充 1.2個 1.5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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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動作要在1分鐘裡面完 因為底下的溫度 是介於20度左右 然後如果太晚的話 它會凝固 你會擦不進去 冰棒制造的過程 進入這個壓縮機 然後進入鹽水槽 鹽水槽是把冰棒極速冷凍 你看加了鹽巴 水淋度就開始結冰 你加上鹽巴的話 這樣會淋一下二十幾度才會結冰 那保子拉得多中心 一次大概六百次 現在冰棒已經結冰結完成了 我現在要把水棒拔起來 這樣子製冰的過程需要多久 大概二三十分鐘就可以完成 現在做的部分是包裝冰棒 然後同時也能檢查說 哪些是我們可以 哪些有沒有問題 但是形狀太不漂亮之類的問題 因為冰上放在吸管下容易融化 還是要注意時間 五分鐘左右 要做完這些事情 我們現在有九種口味 然後長輩會比較喜歡的口味是 紅豆、綠豆、芋頭、花生 這幾種傳統口味 小朋友的話就是 百香果跟牛奶 如果是年輕女性的話 可能會喜歡我手上的抹茶跟酸梅 這兩個都是我們很熱銷的口味 來吧 更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